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天 星島日報就刊登了TVB大股東黎瑞剛的專訪 他在這篇專訪當中 就直指對TVB非常之不滿意 還指出了TVB有五大缺失 包括了節目老化 製作技術落後 以及內部山頭林立等等 其實我認為 他對TVB的斷證大致上都是正確的 只不過他所提出的建議 就真是不敢恭維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黎瑞剛 指出了TVB究竟有什麼問題 他就說過去十年是TVB的迷失十年 公司並沒有找到方向 不但創新佛力 由管理團隊以至節目都全面老化 我認為他說這件事就很重 TVB事實上就是創新佛力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TVB所拍的劇集 就已經變成了工廠賭武的製作 永遠就要把劇情湊夠二十集 然後就在劇情當中 加入很多無謂的感情線 來拖時間 總之就是三角戀 四角戀 左扣右扣 你扣我我扣你 一直扣就扣到二十集為止 我想請問 這些劇情拍來拍去都拍到厭 我作為觀眾看都看得厭 尤其是就算當年所謂的神劇大時代 拍到四十集 都敢堅持住周圍敏 然後有些人說好看 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看 那些是拖時間的 大時代本身的劇情就相當緊湊 觀眾想看的一定就是鄭少秋和劉青雲之間的商業鬥爭 而不是那些無謂的情情塌塌感情線 而且TVB那些劇種 來來去去是警匪片 然後又爭產 但是都一定加些無謂感情線 所以 觀眾已經看到吐了 另外綜藝節目又怎樣 拍來拍去都是香港小姐 掌門印 這些觀眾已經是不厭 還有你的音樂節目 流行經典五十年已經唱到吐了 你是沒有新意 已經變了好像亞時後期 一談死水不斷來重複 整個台就好像在搞拉布那樣 沒有內容 你作為一個觀眾怎麼看下去 黎瑞剛又指出 TVB的內部管理都存在很多問題 山頭臨立 矛盾很多 難以形成合力 我又認為 他說這個段證又是對的 你TVB那些山頭臨立 搞到那些演員要拍馬頭 總之其實哪一個經理 或者哪一個大姐大可以在TVB拍劇上位 這些根本就不是用人為財 是用人為親 而且大家看看TVB目前播放的兩線劇集 我剛剛上網查過 他們找什麼人做主角呢 找陳豪 找曹永廉 怎麼看下去 對不對 我不是說年齡歧視 或者不尊重那些老演員 而是你TVB20年前 也是找這些人去做主角 20年後也是找這些人做主角 你這個台有沒有新陳代謝 請問 你要拍那些情情塌塌的感情線 麻煩你找些年輕人去拍 你找個四張幾五張東西去拍 女兒的又四張幾五張東西 我看什麼 大媽與大叔 怎麼看下去 對不對 這件事其實我都想投訴了很久 你TVB可不可以嘗試一下 找些年輕一點的人去試一下做主角 以老帶身都可以 你也不是的 我都是找那些 做了幾十年的老氣骨去做主角 一些新氣象都沒有 沒有新面孔 為何現在那些年輕人和年輕人 會去追求日劇和韓劇 貪新鮮 那些年輕人就去看那些年輕人 那些學生女就去看那些小鮮肉 一定是這樣的 就算現在ViuTV的策略也是這樣 為何吸引到一大群的主婦觀眾 過檔不再看TVB 他一來就弄出MIRROR 出來了 是不是 一個新面孔都不夠整夠 一打十二個 總之小鮮肉也有 小白念也有 燕瘦還肥 什麼都可以選擇 你作為主婦 如果真的要看電視的時候 你看TVB還是ViuTV 很簡單 所有人都會選擇 你看到修士 ViuTV就不斷 穩步上揚 TVB也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你是沒有創新 而且也不是用人為財 現在搞到整個台 無論是台前幕後 都出現了老齡化的現象 就跟阿士林撿之前 沒有什麼分別 唯一一個電視台都需要新陳代謝 你才會有一些新的橋段出現 還有 黎穗江就指出 說有很多先進的理念 技術 設備 都沒有引入 來年輕的觀眾越來越遠 他就指出了一個現象 現象就是對的 來年輕的觀眾越來越遠 只不過就跟你那些什麼 先進的技術設備 是無關的 我認為 為什麼 ViuTV他其實都是用 那些攝影機 他有什麼特別 難道他的台機 特別過你TVB很多 先進過你TVB很多 他不就是這樣拍 最主要就是 為什麼來年輕的觀眾 越來越遠 除了你的台沒有創新之外 最大問題就是新聞部 由於那些年輕人認為 TVB的新聞是偏頗的 是側上一邊 所以連帶 你所有其他事情 無論做得好與不好 他都索性是不看的 他要杯葛 你當然 來年輕觀眾就越來越遠 這件事其實就是死證 不能改的 除非你說把整個新聞部 做大換班 但是也不見得會有這樣的機會 黎瑞剛還說到 以往 TVB的製作 是陣容鼎盛的 比如說台慶 當時最著名的歌聲影聲 都會在場 近年 變得封閉 變成了 自己人 自娛自樂 越做越勢 其實他這個判斷也是對的 為什麼現在會變得封閉呢 就是恃著自己是大台 以為自己是大台 就麻煩了 凡是哪一個藝人 歌手 都要買你的帳 你不買他的帳 就把你封殺了 他都可以 事實上就證明了 你TVB這個平台 是敵不過科技 現在你TVB 一樣放片上youtube 是不是 你也是要向現代的科技屈服 所以當初他搞這個封閉 是完全錯誤的 好了 我們又看看 到底黎瑞剛 他對於TVB有什麼建議 他首先提到 要引進人才 包括早前邀請了 曾志偉和黃祖南回炒 他就說 請這兩個人 不是單單為了開拓內地市場 首要的任務 還是要改進本地的節目 我認為他引進這兩個人才 明顯是過了氣 曾志偉就找了一個 不知什麼貿易 去惡搞姜濤 或者叫醜化姜濤 終於引起了整個網絡 那個非議 簡直就是劣平如潮 為什麼呢 你TVB以往都已經是拍過很多綜藝節目 又找那些這樣的 阮兆祥扮女人 或者就走去以前那些 歡樂今宵扮鬼扮馬 你現在又找回這些 橋段出來 重複做一次 而且你好扮不扮 還扮過現在 在ViuTV的當紅炸子雞 叫做姜濤 這當然是引來很多反彈聲音 而且 你TVB走去惡搞姜濤 基本上就是在賭自己米 黎瑞光自己也懂得說 電視台本身這個媒介 已經是跟年輕人越走越遠了 有多少年輕人還會 對著電視機在這裡等節目看才行 他拿著手機 他什麼差事都可以看 在手機那裡 你TVB其實首要做的事 就不是吸納那些青年的觀眾 那些人就是 不能也非不為也 那些人是你吸納不了的 你應該要做的事就是 鞏固那些長者和中年的觀眾 只不過 你走去惡搞姜濤的時候 就得罪了那些私人 那些私人怎麼會轉回台看你才行 所以 簡直就是幫自己倒米 你TVB根本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本身電視台這個媒介都是老化當中的 很多人買電視機回家 現在主要不是拿來看你那些這樣的電視台 有些是看Netflix 有些是看YouTube 有些是用來打機 基本上 還有多少人會這麼神心去追你的劇集 或者追你的綜藝節目去看 才行 又是那些中年人和長者 年輕人是 少之又少的 所以你TVB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另外 黎穗江還說到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就真的相當有趣 他說需要有一些更加有創意的節目 這句也沒有問題 但是他舉個例子就過癮了 他說例如是內地青年人的創婦故事 可以啟發香港年輕觀眾 也不算是做宣傳 你搞這些內地青年創婦故事 其實就等同於直接報警亞事後塵 亞事臨執之前都是在播類似這些節目 吹捧一下大陸如何偉大 如果TVB真的播這些節目 我就一點都不會介意 因為我現在根本上是不會看TVB的 你多播這些內地青年創婦節目 更好 最好就多做一些大灣區特輯 比如說吃盡大灣區 玩盡大灣區 那你這個台一定有得救 哈哈哈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